我觉得我们生活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 有的时候会忘了关心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孩子在这个成长阶段是最可爱的 如果这个时间丢了就要不回来了 那时候我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又有插管 这些心很疼 走进他们的冷暖人生 聆听他们的真情道白 关怀方式 5月12号起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30分 发辟到